中国农科院,我国首个用于预防H5亚形勤流感的DNA疫苗,在哈尔滨研制成功。 5月30日,从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书以研究所了解到,由该所研制的用于预防H5亚形勤流感的DNA疫苗,经过严格的审评程序,获得国家一类新受药证书。 这是我国获得Pika的首个DNA疫苗产品,5.31世界无烟日,还是离烟草远点吧,别被伤了心,是第31个世界无烟日。 今年的主题将以烟草和心脏病为重点,提醒公众烟草使用损害心脏健康,并呼吁大家远离烟草,选择健康生活。 说起西烟对健康的危害,大家都知道合肺、器官等无畏的疾病联系生命,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点,西烟也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。 证据权威信和谈判例,国家医保局任势挂台,胡敬林任局长。 5月31日,国家医保局挂台,胡敬林任局长,施子海,陈金副,李涛任副局长。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,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,整育保险职责。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职责,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职责。 民政部的医疗救助职责任何,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,作为国务院职属机构。 经济期最低价采购医疗耗财6大类医疗耗财,每年节约一采购费超8亿元。 国务院发本打击科研造假,健全学术提高预警制度,严重违背科研诚信终身追责。 近日,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,印发了,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。 并发出通知,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进何实际认真贯彻落实,意见提出,坚持无警区,全覆盖,零容忍,严肃查处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。 主力打造共建互想共治的科研诚信建设新格局,北京人设局将冰冻减冻去干流红细胞等三项林床用血,纳入市医保报销。 据了解,今年5月1日起,北京市为纪委等队包括冰冻减冻去干流红细胞项目,混合拢缩血小板项目,混合去白细胞拢缩血小板项目的时候,非标准进行了统一限定,并强调发布标准为最高标准,下福不限,上福为令,蓄战和医疗机构,必须严格执行规定,不得向患者并行收取其他费用, 科技成果转化个税优惠政策来了,7月1日起,科技成果转化收入争得税将解办。 5月29日,财政部,税务总局,科技部发布关于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,转化现金奖励有关各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。 从植物科技成果转化收入中,给予科技人员的现金奖励,可减按50%,进入科技人员当月工资,薪金所得,以把脚内个人所得税。 免疫,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研究,发现高纤维食物,有助实验署抵抗流感。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研究人员在美国免疫杂志上发表报告说, 他们通过动物实验发现,高纤维食物可以激活白细胞, 寄生实验署免疫力,帮助他们抵抗流感病毒。 研究人员说,膳食纤维具有这种双重作用的原因可能在于, 它们有助改变肠道菌群构成,提升断炼脂肪酸产量, 而短炼脂肪酸可为细胞生长,提供所需能量,帮助消除炎症等。 近期,Stroke杂志坎登开乱研究最新结果显示, 颜色入量越多,促重风险越高,而降低颜色入量, 可显示降低促重发病风险,尤其是瘸血性促重发病风险。 研究者发现,颜色入量与促重发病风险成剂量反应关系, 随着颜色入量水平的增加,促重发病风险逐渐升高, 比等于0.00U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